彷彿抑郁成城 在賓州造勢的川普正講到一半 突然三次像鞭炮的不明聲音響起 他摸自己耳朵 一看發現大事不妙 隨後就被密情局幹員鋪上掩護 沒想到槍聲還沒停 現場支持者放聲尖叫 密情局試圖在一片混亂中帶走前總統 周遭還有持槍警察掩護 但沒多久就傳來槍手倒地消息 此時此刻密情局最優先藥物 就是帶川普到安全地方治療 而在一片混亂中 川普連鞋子都掉了 密情局急著要帶走川普 還用手護住他的頭 沒想到川普這時還不忘造勢 帶動現場支持者群情沸騰 川普才離開現場 隨後密情局和執法單位儘快將大批與會者撤離現場 因為在川普上車離開後 支持者還處於亢奮情緒中 目前密情局證實川普仍沒事 這場槍擊案造成一位與會者喪命 兩位民眾重傷 而槍手已經遭擊斃 最新消息指出 執法單位正朝暗殺方向調查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前美國總統川普在台上造勢演說 卻突然遭到槍手開槍 子彈射中又耳朵又臉都是血 驚悚的瞬間讓現場所有人趕緊蹲下 也傳出尖叫聲 當時在現場的支持者一開始都不敢相信 竟然有人當眾開槍 我在第一次聽到第一次聽到一場拍攝的一場拍攝 我以為是否一場拍攝 或是一場拍攝 但我聽到那聲音 而我聽到那一場拍攝 我以為我聽到一場拍攝 我站在那邊的位置 中部上前面的位置 當我們聽到這位置 發放 我們聽到這位置發 發放 然後有人把他們放在地上 所以我們都會走到地上 在美東時間13號 川普在賓州舉辦造勢演說 沒想到卻遭到槍擊 第一時間他趕緊蹲下 而一旁的特勤人員 立刻衝上前又肉身保護川普 川普被呼送下台時 還高舉右手緊握拳頭大喊Fight 似乎在告訴支持者不用擔心 也表達會奮戰到底的決心 川普人沒事也讓支持者放心不少 但在美國竟然會發生 造勢現場出現槍擊事件 恐怕也會為美國總統大選 帶來不少變數 貼別新聞綜合報導 兩名密情局人員在前 另外兩人押後 左右兩側還有兩人 護送川普離開造勢會場 因為這時候的川普 幼兒附近明顯流血 嘴角也能看到血跡 冰州造勢突然遭人伏擊 一時間至少十名密情局人員 衝上臺掩護川普 由於川普還不是共和黨 正式提名的總統候選人 維安規模是前總統規格 這場造勢活動 事前密情局雖然已經到現場查看 沒想到還是發生意外 所有人立刻將川普團團包圍 送給議員 僅用直升機警車在現場待命 川普遭襲擊後 第一時間被送往冰州綜合醫院 不過待不到兩小時 車隊就離開 雖然飽受驚嚇 川普不忘發文向支持者報平安 他透露自己右耳上方被擦傷流血 事發當下他立刻知道事態不妙 槍手沒傷到要害 原因很可能是川普當下突然轉頭 而川普女兒伊凡卡兒子 小川普也在第一時間發文感謝支持者 只是小川普沒關心父親傷事 反而留言寫下為了拯救美國 父親從來沒有停下腳步 這舉動和受傷後不顧臉上流血 堅持與支持者互動的川普 在確認沒有生命危險的情況下 自然是抓緊時機 博取更大聲量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今天一覺響徹美國前總統川普 賓州的造勢現場 民眾拍下發現槍手潛入犯案過程 目前最新消息顯示 已經找到一把疑似槍手犯案的AR步槍 另一段影片則顯示 反恐狙擊手在聽到槍手第一次槍聲後 不敢自信抬頭 隨後多次槍聲又響起 反恐狙擊手很快找到目標瞄準 在最後一聲槍響結束後 很快傳來槍手遭擊斃消息 遺體在一百多公尺 一處造勢現場外的建築屋頂被發現 目前調查交由FBI主導 隨著時間過去 槍手身份也有了較明確的細節 目前槍手動機還有待調查 另外照理來說 七天前秘情局就會在造勢現場 布局好圍案 槍手又是如何 找到可以避開圍案的犯案地點 還需要釐清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川普肇事中遭到槍擊 競爭對手拜登 當時正在德拉瓦的教堂裡 離開時現場出現民眾抗議聲 拜登團隊當下表示 已經收到川普遭槍擊的相關簡報 拜登也立刻出面譴責 血行暴力的槍擊行為 拜登感謝特勤局與相關單位 確保川普與集會群眾的安全 並表示在得知川普受傷後 已經與川普團隊取得聯繫 至於這起槍擊案 是不是針對川普的暗殺行為 拜登不願明說 只表示接下來密情局會徹底調查 並繼續收集相關傷者名單 在駭人的槍擊案震驚美國之際 拜登陣營表示將暫時撤下 所有電視廣告和停止對外通訊 拜登表示這樣的政治暴力行為 已經超出了他的底線 拜登說會繼續嘗試 與川普本人說上話 更為此特地更改行程 本來週一要前往德州造勢 現在趕回白宮坐鎮 與各單位徹底了解 整起槍擊案的來龍去脈 以及後續應對處理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